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喊是我 二当家的 你放开我 是让人看见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我没娶媳妇 难道配不上一个孩子她娘吗 我看 要不你跟我算 我给你 我给你 小娘们 我早晚收拾了你 怎么了这是 美好新的毒药 又想赠老娘品 你说你也是 整天穿的花枝招展的干嘛 我穿的花枝招展的也不是给她看的呀 再说 那大当家的看着我也没像她那样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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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诸位当家的 我今天请你们来啊 就是想让你们帮我听听 我想给这孩子起个名 这孩子没爹可有娘啊 怎么轮到你给取名字 不 想当初要不是我 她娘 她娘就得腾死她乱分堆里 哪来她呀 我也算得上是她的救命恩人 我给她起名 那理所应当的 那行 你想了什么名字 说出来 让大家听听 对对对 我想啊 这孩子命苦 起个贱名好养活 我 我想这么几个啊 狗子 牛蛋 驴蛋 马蛋 还有 你们别笑啊 四哥 四哥 您识文算字 您比他安平啊 您就我这一个吧 都 都什么来着 马蛋 牛蛋 牛蛋 还有牛蛋呢 牛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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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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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 你就有了名字了 就叫牛蛋吧 牛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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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欢学武啊 来了一个多月了吧 我那个易子栓子 我手把手教的他都不想学 没想到你喜欢 要学武也用不着偷偷摸摸的 每天这个时间 你就到这儿来 我教你 这是干吗呀 要拜师是吧 好 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 嗯 我生命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坐呢 把脚抬起来 那转 我是看你走得不对劲 都破成这样怎么不说一声呢 你也不会说个话呀 来 把这鞋换上 让你换上就换上 来 干啥呢 换呢 我管不了你的是吧 把鞋脱了 把脚抬起来 来 套上 这个 还挺合适的 瞧这脚丫子长的 快赶上你骰子叔叔 娘 你怎么又给她换新鞋了 她今天都换两双了 我这招还是去年的呢 她走路使劲 穿鞋废 你那招不是没坏吗 娘偏心眼 我告诉我姨父去 站住 站住 你偏心眼 你要是我娘的 就在比对我还好 她娘不会做鞋 再说了她是个哑巴 你跟她争什么 你从小吃人家娘的奶 你还争 娘疼死了 快松开我 说 以后还敢不敢了 不敢了 其实我对哑巴可好了 傻子叔叔还让我们俩 她还拜把兄弟呢 我告诉你 以后不管怎么样 我不许你欺负她 听见没有 说话呀 听见了 无良天尊 是才贫道夜观天象 发现即兴高照 明天可真是好日子 又是小少爷的八周岁生日 赵专员可要大半哪 这你放心 老子要大半一百桌 院里面摆十桌 街上所有的大角楼包了 赵专员真是大手笔呀 有您的一百桌为小少爷压寿 小少爷定能长命百岁 下来 来 给奶奶磕头 给奶奶磕头 好 大娘磕头 给大娘磕头 给奶奶磕头 给您磕头 儿子累了快歇会儿 你们俩啊 把孩子给我弄下来 快走 来来来来 好松手 来给你哟 真好 行了 坐 冯大将军贺礼到 冯大将军贺礼到 黄虾 战处 快来 每次放松 二小 sinister 军购联弥 大将军贴 二十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喝一杯 一会儿人人有份 给我倒上 娘 一会儿您也尝尝 好 今儿高兴 待会儿也尝尝这洋玩意儿 一会儿也给六奶奶倒一杯 让她也尝尝 娘 我就不喝了吧 得喝 儿的生日 娘的苦日 你给我生一个大孙子有功 你必须得尝尝 倒满喽 专严 请 香 回去替我谢谢大帅 是 好 爹 今天是我过生日 不是给我送的礼貌 你怎么先喝啊 好东西得让我先喝 臭小子 现在就跟爹争上了 像我儿子 这次 无良天尊 今天是小少爷的八周岁生日 专员 您就把这份符分赏给小少爷吧 西洋酒 行吗 正合天意呀 好 听你的 来 儿子 尝尝大帅给你的西洋酒 老婆 又好眼呢 臭小子像我儿子 一点没给老子生 儿子 儿子 孙子 儿子 中里有毒 子 小小 娘 娘 娘 有 说 C C C Echo 说 说呀 谁 赵远哥 你该死 老子没死 师傅 谁 谁知谁敢的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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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我吧 杀了你 为出卖我的处死 你给老子不敢 你给老子不敢 给我 好 你再绝对他 你想这里 下次别抽赛 你今晚朋友 赶紧 大王 刘源 世傅 温薄 我好啦 ひょう奶奶 她脱筋啊 什么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音乐 また多收了你的军饷 你没少告我的状哩 说 你为什么又害死我儿子 没有 不是我 不是你我儿子生日为什么不居 那天是我娘的今日 缺你两个 什么巧识都给你赶上了 小丝 给我毙了 曹队 饶命啊 赵远哥 你别欺人太甚 弟兄们 听我的 这是我和胡老八之间的事 死事 跟你们任何人没关系 把枪头给我放下 放枪 胡老八 说 是不是你故人杀害了我儿子 怎么会是我呢 那天我也在 要是大家一起喝 那不全完了吗 放你的狗臭屁 你小子一直怀恨在心 惦解我的军权 你仗着上了有人跟你撑腰 你一天没服过我 想开枪是吧 来啊 我不敢 真的没有 不敢你个汪八蛋拿枪对着我 赵远哥 我警告你 你这样做冯大将军会制裁你的 我现在枪毙了你白枪毙 我这是四位 改枪 对着这儿开枪啊 不 我不敢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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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奶奶呢 大奶奶呢 在礼物 曹文啊 吉安哪 你可是回来了 你表哥这两天跟疯了一样啊 到处杀人 家里发生的事你都听说了 听说了 全省都知道了 哈 跟刘长湖 关注了 确实放出 冯大枪 兄弟回来了 等我杀了刘长湖再说话 你表哥 你干嘛 我跟你说 你表哥 我在西安得到准确的消息 冯大将军雷霆大怒 马上就要派人来处备你 老子不怕 不要看 都死了你 杨哥 小少爷死了 定是仇家所为 但是你现在不知道是哪个仇家 想起来谁就杀谁 已经出了十几条人命了 这件事情震惊全省 全省震惊啊 现在就告诉你 肯定是刘长福 老子收了他一百亲笛两处大宅子 他在报复 肯定是他 我得杀他 你先杀了我吧 你看着 再来着老子劈了你你信吗 想想姑姑 他老人家七十多了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谁给他养了 袁庚啊 别杀了 杀的人越多 冤亲债主越多 我这大白天的都看见阎望小鬼了 儿子 娘求你了 李太云 你等着 敢让娘来喊着我 你等我杀了人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袁庚 儿子 娘 娘 娘 上 刘长福 这是干什么 我在等你 知道老子要来杀你 为什么不跑 我往哪儿跑了 我这一大家子人 说 为什么害死我儿子 是不是你 不是 不是 我知道你不会承认 我也知道就是你下的手 现在我就杀了你 你别承认 就说你别杀我爹 这三个都是你儿子 是 是 你杀了我吧 可你不要杀我这三个孩子 来来的 老子的儿子刚死 你用仨儿子来气我 你都屁 救命小鬼 再来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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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吼 你 好 一个流程服 独就仨儿子 个个儿都是好样的 这要是一刀下去 三个丑家 三个丑家 丑家多了 太多了 这等老子要是老了 轮不动刀了 都得找上门来啊 袁哥 都得找上门来 李大云 替我走一趟 凡是被我杀过人的人家 都走一趟 家里有老人的 给他们跪下 磕头做衣 你告诉他们 我给他们赔罪 家里有孩子的 给我养着 他们要想报仇 那就现在来 我绝不还手 我赵元康错了 赵元我陪大奶奶去 多带人保护大奶奶 好了 杀手 们 小时候 说是小春我 我都要跪地下几湖头 都不理你 我没这样的儿子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这样下去就把他 那么重棍一边 也是从苦日份过来的 一辈子家里大雨 他将这片家里 只要毁在他手里 他要是有个三成两的 谁给我这把牢骨刀养老送出 有日子没给你脑背了 瘦了 不生气了 这是儿子不好 大爷 让您的孙子 造了恶人的黑手 想报复吗 滥杀无辜 你也做大了 这伤娘跟着担心 儿子知道错了 别再生气了 别再生气了 儿子该死 赵远哥 我告诉你 我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死的时候你得给我打翻了 娘 你要赶死我头龙 我伤不了你 娘 咱不说这个了 不许说这个 那你给娘起事 起什么事啊 你就说 绝不死在娘前头 娘 你老做好喽 你老做好喽 娘 儿子当着你发誓 赵远哥绝不死在娘前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帮老赵众员 帮我赵众员 冯大将军办公室几点 冯大将军一天三封电报 是不是 没事 我就不信他敢毙了我 那 你倒是去不去西安呢 去 不去太不给他面子了 什么时候动身呢 明天一早啊 我 袁刚 放心 我会照顾好老太太的 家里有什么事 我和吉安商量 去 把老二给我家来 专远 您找我有事儿啊 你这是干嘛呢 弄得跟个吓人似的 坐 这是您办公的地方 我这么些年都没进来过 哪敢坐呀 丫头最近来信了吗 怎么啦 怎么了 丫头怎么啦 胖鸭挺好的 那你哭什么呀 我是替胖鸭高兴 他爹还想着他呢 竟说废话 我的丫头我能不想着 倒是来信没有啊 这俩月都来了七八封信了 这 你真信七八封信了都不给我看 这不是家里出了这么多的事儿吗 我怕打扰你没敢告诉你 现在都说什么呀 我不敢说 你还是自己看吧 专员您千万别生气啊 这小孩子不懂事情竟痴心妄想 要不我这儿就给他回信去 告诉他就别想了 专员您千万别生气 我这儿就走 站住 问问他要多少钱 我去先给他带过去 专员 您同意让胖鸭去上海上学了 请说废话 那上海大学是最好的 我能不同意啊 专员 那我替胖鸭谢谢您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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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弄得跟个吓人似的 要不要跟我去西原看丫头啊 专员不敢给您添麻烦 那就准备点东西 我给丫头带着 能不能再对他 别紧 让他如果是女人 让他想爱 让我推过来 我能再带着 把风气的 要是你 不再跟她又出动了 这些天我也不敢上前安慰您 有这份心就行 你这是去哪个院啊 要不睡我这儿吧 大头 今年多大了 我还不到三十岁 我十四岁进的咱们家 这都十五年了 我还一直没给您生出个儿子 都怪我废物 专员 我还年轻 我肯定能生养 求求专员了 今儿去睡我屋里吧 丫头 听我一句劝啊 趁着自己年轻 离开赵元庚 多带点钱找个好人家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赵元庚物 她不是人 是她娘的狼 专员 专员 努力 硬了 昨天 达柳 不用恢复了 儿子 你杀人太多 冯大将军可厉害 你要小心着点 你杀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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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出去 出去 嫂子可知 这次我表哥去西安会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肯定是要革职反省了 哪有那么简单 还能怎么样啊 事情一出 我就让我西安的朋友四处打听 准确的消息 我表哥这一去 恐怕回不来了 你想啊 大将军是什么人 我表哥手上有十几条人命 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大将军能不敲山震虎吗 这回 他要是把我表哥给 那以后 那以后整个西北 还有谁敢不听他的话 你怎么不早说呢 既然这样 就不能让他去 嫂子 就算他不去 那边也会派人来抓 是该想想自己的时候了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那这么说 你表哥这回死定了